主要是藍營的看法 至於綠營的方面行政院長蘇貞昌跟副院長陳其邁 他們都搶先在臉書發文呼籲黨內要團結 不過初選時候的撕裂在短時間內要整合 恐怕還有一些難度喔 學者認為後續綠營會面臨獨派 可能再度含淚不投票 或者是蔡柯的支持者重疊度高等問題 而小英連任障礙現在過了第一關 決戰二零二零後頭還有一場應戰要打 初選結果揭曉由總統蔡英文勝出 綠營內團結成為關鍵字 我跟全部的黨工人員 我們一定立刻啟動整合團結的任務 黨主席宣示立即啟動整合工作 第一時間黨內高層都發文支持 蘇貞昌用照片說話 放上行政院長交接時的三人握手照 喊話繼續團結守台灣 陳其邁也是喊團結 順便宣傳近來高雄的幾項政績 秘書長陳菊則是稍晚發了三人祈福照 喊話團結合作守住台灣 而欣喜之一的鄭文燦 還被問到要不要英燦配 我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市長要一步一腳印 一加一要大於二 另一個一會是誰 副首人選開始點點名 只是將近三個月的初選期間 撕裂在所難免 團結挑戰有哪些 他能叫得動 這些去年還能不投票那些人 因為我認為因素是完全沒有改變 唯一的改變就是年初的時候 習武條 學者認為整合挑戰是獨派不滿初選程序瑕疵 有可能含淚不投票 而對外則是小英可能對上柯文哲 選票重疊度相當高 面對2020執政挑戰 綠營喊團結先整隊再前進 記者李永平凌晨傑 吳翔山陳瑞祥台北報導